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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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智慧不开 什么原因呢 被物欲迷惑了 物欲固必正知 蒙蔽了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 就迷失了自信 因此这个歌舞呢 那用我们佛法来讲 理妄想分别执着 这叫歌舞 我们佛门祖无私大德 这样听我们解释 也就是说 你要真正修身 从哪里修起 从断烦恼下手 歌舞就是断烦恼 物欲是烦恼 你要从这下手 烦恼清了 智慧就涨了 智知是智慧升起来 烦恼清 智慧涨了 智慧不开 那什么原因 你的欲念太多 所以要各舞 我们从哪里干起 从各无干起 物是什么 就是物质的欲望 也包括精神欲望在里头 欲是欲望 各是各处 换一句话说 你得把欲望放下了 这个东西 纵后期来讲 就是里面有贪嗔痴慢矣 外面有财色凝食水 你要把这个内外都要放下 内是烦恼 外是诱惑 你统统放下了 智慧就开了 就各物而后知智 智慧就先前往 物放下了 智慧就先前 智慧是本有的 是自信里的本有的智慧 如来一切智 无私智 无爱智 通明性 现在起不来 就是迷糊 仅仅抓住不肯往下 就这一点 所以我们要想成熟 所以我们要想成熟 不从看过方向 是确定走的 各物是放下 智慧是看不 智慧是智慧 你先前明白了 不再迷惑了 怎么明白的 放下明白的 你现在为什么不明白 你妄想很多 杂念很多 分别很多 执着很多 所以 这叫道道滴滴的六道凡夫 这个麻烦他 各物是断烦恼 是小业障 物是物欲 欲望 欲望 要把它断掉 是格斗 这自己跟自己打仗 把自己欲望战胜 战胜之后 智慧就开了 这个东西是障碍智慧的 烦恼 业障消除之后 自行智慧就开了 智慧开了 你的意才真 你的心才会真 然后 修身齐家之国拼天下 各物而后置之 置之是开悟 真是智慧先前 所以 你只要有物欲痕在心里 你的心就不会开窍 你的心 只会生烦恼 不会生智慧 你要想像慧能大司一样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这很令人羡慕啊 他为什么长生智慧 他心里没有烦恼 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明文利亚 没有五欲六成 没有贪嗔痴慢 这个心 长生智慧 我们要不把这些东西拔除 智慧怎么会现成 这是修行的根本啊 从根本修啊 烦恼轻的时候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他有误处 那就是智慧 不用学一看就明白了 一听就明白了 不需要学 这是智慧 这不是知识 智慧管理我 能解决问题啊 想智慧啊 你看各无智慧 烦恼轻智慧 你的烦恼稀奇 一年比一年轻 一月比一月轻 能够发现到自己 一月比一月轻呢 你就有相当的进步 如果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又把我 月月不一样啊 如果到天天不一样啊 那就恭喜你 你爱什么时候往生 就什么时候往生 你真的得大自在了 你想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再住多少年 没关系 你生死自在了 清闲智慧透出来 才算是沉寂啊 佛门昌说 烦恼轻智慧一场 我们的妄想 我们的烦恼 一年比一年轻 智慧啊 一定是一年比一年正常 烦恼跟智慧啊 就像光明跟黑暗一样 光明多一分 黑暗就少了一分 黑暗多一分 光明就少一分 烦恼多了 智慧就少了 智慧多了 烦恼就少了 一定的道理啊 从这个地方 能够啊 侧面自己修行的成就 果然是烦恼一年比一年少了 妄想少了 牵挂少了 憂慮少了 心得清闲自在了 智慧增长了 功夫断裂的现象 这是好景点 我无其不然呢 要回过头了 认真去静一点 去反省 一定修行去错